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做翻唱的歌 你要教我们怎么进步 那我们的原创在哪里 你怪人家在操别人家在做述程的事情 不就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吗 与第一期声音鉴赏团颇为尖锐的评论 引发网友热议不同的是 在天赐的声音三第二期 节目给声音鉴赏团发挥的机会并不算多 理性的建议与克制的评价使其并未宣兵夺主 但在与康姆士乐队合作之后 飞行嘉宾信的一席 在表现方式上不算激烈 但大有内容的话 迅速成为本期节目的焦点所在 信所想表达的观点大致为 电视台都在做翻唱的歌 乐坛没有进步 唯一进步的就是编曲 但我们的原创音乐在哪里呢 在信的一番关于原创歌曲和改编歌曲的言论后 华语乐坛似乎被略微刺了一下 周深接下来的表达有些许心酸 英宗真的很难 由此带出了话题 原创和改编哪个更能反映创作水平呢 这其实是一个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问题 看待问题的角度 层面和方向不同 就有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好的改编建立在好的原创的基础上 改编一首歌首先需要的是这首歌的原创作为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改编更注重想法 想法要成为现实就需要技术的支撑 原创则更需要些灵感 它与一些与生俱来的神秘力量关联更大 好的原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原创 大部分的改编歌曲都产生在好的原创歌曲的基础之上 好的改编歌曲也是如此 好的原创称其为好的原创 或者好的改编称其为好的改编 往往音乐人进入主题的角度并不相同 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好的改编等同于一次音乐风格和观念上的改编 这种改编恰恰等于一次原创的过程 从这一点上而言 好的改编歌曲与好的原创歌曲 对音乐人的创作能力的要求几乎相当 也正因如此 在天字的声音三 大众见到了周深 梁龙 与众不同的《算你狠》 胡海泉 希丽娜一高 独具留白的唯一 胡彦斌 极客俊逸 另辟蹊径的《浪人情歌》 要想使华语乐坛真正的充满生机 好的原创音乐是根基 要想使华语乐坛真正的充满活力 好的改编歌曲是必要 《浪人情歌》 大风吹 大风吹 一直吹 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 原本错的你 记得我的那个水 《浪人情歌》 作词 故К勇weh寗演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举刷新游泥榜历史的三项记录 成为游泥榜上冠军单曲数量最多 推荐度TOP1次数最多 五大维度TOP1次数最多的歌手 我们期待周深更加惊艳的作品 更加耀眼的成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